第三千零九十章 人多了,料争的情况也好点了 主动提出请大家翻墙出去通宵上网 他想干点什么,来忘记今天发生的事 他们走后,叶小木一个人去食堂吃了点东西 便离开学校去了刘老头家 这东西是哪来的 刘老头握着叶小木脖子上的挂嘴 仔细地端详起来,发出了惊叹 在见面之后,叶小木就把事情从头讲了一遍 当刘老头听说他被女鬼攻击时 身上出现紫光将女鬼震飞着一摸 便经验丰富地问他身上是不是带了什么东西 叶小木起先想不起来 后来想起脖子上一直带着一块玉 编辑也下来给刘老头看 于是有了上面的一幕 我妈给的吧,我好像小时候就带着了 这是什么呀 这是鸡血玉 刘老头对着灯光端想着 嗯,这里面风着一滴雪 那是雪 我一直以为是琥珀什么的呢 叶小木挠着头 刘老头没听到他说什么 屋子皱着眉的说 这没理由啊 这上面没符文 按说不是法器 难道光凭一滴雪就能遇鬼吗 这除非 除非什么呀 叶小木等了半天也没下问 好奇地问道 刘老头摇了头 嗯,不可能 显天灵体这世上都没几个人的 你一个普通人不可能得到那东西的 刘老头放弃了对这东西的研究 又交给了叶小木 然后开始分析有关白依然遇到的情况 嗯,听你这么一说呀 他肯定是中邪了 那个女鬼在缠着他 之前是伤了他的身 控制他的身体 前往那个小镇 你那女同学没死 有两种可能 其一是那个女鬼修为不够 没有直接杀人 连长时间俯身都做不到 叶小木打断他 好奇地问道 那鬼杀人这么费事吗 不能直接弄死 刘老头摆了他一眼说 你以为是你玩的那些游戏呀 厉鬼杀人是不太费事 但这世上有多少厉鬼 鬼跟人一样 大部分都是普通的鬼 没什么修为 而人有阳气 鬼要吓人 得先消磨他的阳气 因此才会用各种恐怖的形象来吓人 你这一害怕 阳气就弱 他就能伤你的身了 所以老话说 鬼怕恶人 就是这个道理 叶小木听得似有所悟 他说道 那假如一个人不怕鬼 鬼就拿他没办法了吗 一般是这样 但就算你不怕鬼 总有怕的东西 就算你什么都不怕 你还有欲望 有欲望就有弱点 只有真正无欲无求的圣人 才能抵御一切的贵欲剂量 这样啊 那你接着说 这第二种呢 这第二种就是仇恨太大 故意想要折磨你 因为人怕鬼 所以他们就利用这一点来吓你 折磨你 甚至让你自残 你说的这个女鬼 可能就是第二种情况 不过呀 这一切要等看到了才知道 叶小木说 那别说没用的了 咱们现在就去吧 刘老头翻了个白眼 你让我去就去呀 我答应帮你了没有 叶小木愣住了 自己光顾着问他这些了 大事忽略了人家还没答应 于是陪着笑说 您老就当是帮我行吗 我这几年可没少帮你干活 我也没少管你饭吃 刘老头拿出汗烟袋 不急不慢的装了一袋烟 他说道 这个女娃跟你什么关系啊 你的对象吗 叶小木赶紧解释说 就是同学关系 那既是同学关系 你为啥这么热心呢 不惜得罪恶鬼 叶小木挠着头说 我也说不好 我就是想弄清楚事情真相 您能帮一把 就帮一把吧 刘老头望着他的眼神 有点变化 抽了两口言说 走一趟吧 走在路上 刘老头对他说 听你之前说的那些 要不是你小子吹牛的 那你的胆量还真挺不错的 是个当法师的料 当法师 当什么法师啊 这都什么年代了 什么年代 他也需要有人捉鬼想要 刘老头感叹地叹了客气说 哎呀 这也是啊 修道太辛苦了 有危险 一般人家的孩子 不是走投无路的 都不愿意干这行 叶小木问道 那您老人家呢 我呀 我这小时候啊 那可是旧社会 家里孩子多吃不上饭 家里将我舍身在了道观里 我在那儿长大的 自然就当了道士 这过去的法师啊 无外乎这两种 一是我这样的家里 吃不上饭的 送到寺院道观里的 好歹能混口饭吃 就这 过去的寺院还要挑选 资质不合格的不要 这还有就是孤儿 无父无母的 从小被师父收养 这过去啊 人都苦 不像你们现在这些孩子 打小就父母宠着 说到这儿 他扫了叶小木一眼 只见他表情不对 想到大概他是出情生情了 他说道 你小子打小没爹 也是个苦孩子啊 叶小木沉默了片刻 莫然说道 我倒情愿他死了 或者是跟我妈离婚了 至少不再有念想 可是现在 万一他哪天回来 我都不知道怎么面对他 关于自己的父亲 他从小就问过妈妈 但是妈妈每次回答 都是说父亲在他小的时候 去了外地 就再也没回来 关于他的一切都不愿意多说 连个名字也不说 长大了之后 叶小木察觉到这其中必有缘故 否则没道理对自己隐瞒这么深 他也试探过招雪妻和干妈打听 但是他们都对这件事情 闭口不谈 医院 病房里 白依然躺在病床上 脸上眼睛的位置蒙着白纱布 刘老头站在床边端向片刻 轻轻地拿起白依然的左手 监察历反点着头说 嗯 阴气入体 这个鬼还挺厉害的 白依然的父亲说 大师啊 何以见得 你可别叫我大师 我就是一个方师 刘老头指着白依然的手说 大凡阴气入体的人 身体会有产生异常 指甲是最好的名证 你看这孩子的指甲轻的 体内阴气太重了 两人往白依然的手上再看去 果然 这五个指甲 全部反着青色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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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的收听